我安你好 欢迎收看4月9号才是五件新闻 我们是收紧于 头条焦点赶快来关心 大甲妈9天8夜绕境活动 8号深夜已经正式起架 过去都会在彰化迷一生路地下道爆发 抢轿纠纷 不料今年 妈祖栏轿刚出城一个小时 两帮人马居然就发生了新行车纠纷 其中一方不满就在大甲西桥上大打出手 警方或报道场也立刻架开双方压制逮捕 这起冲突也造成三个人受上送医 两个人头部还受到撕裂伤 男子喝醉酒不仅殴打女友 居然还大闹急诊室 证明男子为了要探视女友的伤势 不愿意好好戴口罩 直接应闯医院的急诊室大闹 最后遭警方带回保护管束 总统蔡英文因为在4号清明廉假期间 跟英明确诊个案接触 被匡列为接触者 从8号开始都要进行居家隔离 目前他的快筛PCR都是阴性 还要等到14号之后 才会有自主管理后暂停公开行程 不过外界关注的是 在6号他们开了一场防疫会议 当时隔魁苏贞昌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等人 都有出席 按照规定来讲 他们都被列为自我健康监测 不料昨天晚间突然政策再度转弯 与会者全部解除监测 外界质疑这波解除标准根本是闹双标 陈时中则回应 如果接触者采解结果是阴性 接触的接触者就可以解除自我健康监测 蔡总统日前跟确诊家人聚会 8号展开了10天居家隔离 但是现在有感染科专家认为 就算蔡总统一采丝阴性 也不能够太快放松 因为这次的病毒株Omicron 潜伏期一般是三天 如果从开会又往前推三天 当时她的家人在发病之前的四到五天 就已经具有传染力 也会有染疫风险 另外PCR检测也不能够排除 胃阳性的可能 认为蔡总统应该要再裁检 一到两次比较安全 现在总统府在上午也有公布了最新消息 蔡总统在解隔离之前 还会再进行两次检测 不会要以情形 被质疑双标的还有天后张惠妹的演唱会 因为3号出现了确诊者 后训运机场演唱会依旧是照常举行 相较于台北市校园 15号前会禁止毕业旅行 防疫哀轰双重标准 还有不少学生是气得写信抗疫北市府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向学生们道歉 禁止商业活动是最后手段 他认为防疫跟经济还是要取得平衡 也希望学生们体谅 桃源巴德万一间传出有兽型人桃玉 其实万一间本来就是低度管理的监索 又被称为没有围墙的监索 还好这回这名逃犯顺利被抓了回来 这名灵性男子是警方透过了监视器不断的追查 发现他一路逃到了台中清水 而且他过去犯下了纵火窃盗罪邪 剩下四到五年刑期转到了八亿八德万一间 假日还可以返家探亲 一次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放假 心情不好想散心才会翻墙逃遇 还骑着偷来的脚踏车 往台中方向骑了近130公里 但逃亡的11个小时还是被捕落网 台中有一辆电动公车行经太平 太提西路新人桥入口时 在转弯的时候后门不小心擦撞到路旁护栏 结果整辆车卡住动弹不得 还找人把护栏给拒开 花了约两个多小时才排除事故 司机当下其实有一些尴尬 他说他是正要下班把车子开回去 为了要闪避机车 转弯一下子转得太急 角度没有抓好才会酿火 头抢案 这是一名58岁的欧信嫌犯 他一开始是在台中火车站 拦下了一辆继承车 接着又说他要往雾峰 结果等到了这辆车开往比较偏僻的路段 居然就拿出了电极棒跟水果刀行抢 司机是被吓得仓皇逃跑 跑到了派出所报案 辖区远景货报后也展开尾捕 一个小时之内顺利将人车逮捕 国校李砖居然假投资真诈骗 台湾银行苏澳分行一名账信李砖 他多年前开始利用假基金或是假的保单 来投资取信客户 让他们觉得说这波投资是可以获利的 那随后他又再变工了 网银账号密码等方式 盗领他们的客户款项 为了不让客户察觉 这名李砖还会定期小额汇款 还标注这是金金佩席 取信被害人 警察至少就有超过9个人受害 损失超过了上千万元 这名李砖还逃亡超过一个月 因此被捕落网后 法官也认定他有涉嫌重大 逃亡事实 裁定不收押警戒 一块来看看 这一个豪气条件征婚吸引了好多人关注 这是在屏东县万丹区一名五姓男子 他在脸书社团中高调po出他自家豪宅的照片 还说他要征婚交友 如果成功交往的话 就时间送一台iPhone 13 那另外如果结婚生子 还会送北海道的房子 掀起不少网友留言 也质疑这到底会不会是真的 没想到也实际找到的当事人 确实有房有地 在日本还有经营生意 接下来带您关心天气 今年第一号台风马勒卡持续增强当中 气象局评估在下星期一 可能会升格为中度台风 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 还有一个热带系统 在9号上午8点 已经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 另一头在南海也观察到 有环流发展当中 会不会形成三台共舞 气象局目前认为 几率较小 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也还要再观察 不过民众可以先留意 在下个星期三的封面南下 因封面水气会增多 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北部到时都会降温有感 民生交点来关心 行政院主计处公布三月份 消费者物价总指数来到106.33 年增3.27% 创下9年半以来的新高 其中外食费上涨5.26% 更创下了159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备受关注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和油料费 其实也跟着上涨 以平均每个月消费支出约8万元的家庭来举例 每户家庭的平均支出会比去年同月份增加2000多元 那外食费支出还有油料费也都增加超过400元 不满台铁公司化条例草案 没有沟通就送省 台铁企业工会等发起五一劳动节依法休假 目前董季光是司机员就有至少9成5 大约1000多人连数 也有将近八成的列车长参与这波行动 工会也估计将会有超过1万名台铁员工响应 恐怕也会冲击影响到当天的台铁领域 指挥中心公布确诊个案居家照护指引草案 让新北市可以优先事办 因此新北市府一早也开会商讨第一线的做法跟流程 目前是把原先的在宅照护统一修改为中央下达的居家照护 方向也分为生活关怀健康照护两大执行面 未来卫生所也将媒合药局来提供药品跟快筛试剂 新北市长和友谊也表示 大方向都已经做好准备 台东县之本海岸难道埋藏两公顿的黄金吗 这是嘉义一名男子 他说他是听爸爸的话 在日治时期担任警察 生前就告诉他 有非常多的黄金就埋在地底下 于是他还花了200多万元申请开挖 没想到挖到地下两层楼深处时 就引发当地部落关切 认为已经影响到传统领域 只好暂停 怀疑大世界国际焦点 首先来关注乌克兰东部城市 克拉莫托斯克一处火车站 8号遭到飞弹袭击 当时火车站是急满等待撤离的民众 因此造成至少有50人不幸死亡 数百人因此受伤 不过俄国目前还是否认这波攻击行动 还表示这是乌克兰自导自演 但是他们的军事行动持续不退 让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8号亲自前往到乌克兰时 也传递一个重要讯息 就是乌克兰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加入欧盟 台中市首座专属儿童运动中心在沙路正式启用 市府筹措1700万元 加沙路劳工娱乐中心 重新规划建设为儿童运动中心 提供不会受到天后影响的室内运动环境 让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运动 果真也吸引了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体验 美国奥勒岗动物园 在年初出生了一只白纹牛铃宝宝 近期第一次公开亮相 还在镜头前活蹦乱跳 现在最后带您快来看看他可爱的模样 感谢您收看 我是周景云 祝你平安盛兴 我们下期再见